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昨天呢在我的社区里呢做了一个小调查 问题是谁是你心中最恶心的小丑 然后呢大家投票呢都投给了张文宏 而大野猫我认为这个小丑是吕子源 为什么是吕子源 有人说他这不就是一个小姑娘吗 简单,幼稚,不成熟,没长大,萌萌哒,可爱 是个小工具 其实这些东西呢说到点子上去了 但是问题不是在这些东西上 吕子源的冷漠是非常危险的 而他所做的一切恰恰诠释了什么是冷漠 今天呢咱讨论讨论这个问题 同时呢讨论讨论媒体的职责是什么 好了,吕子源何许人也 那今天呢咱讲讲他的故事 很多人不知道吕子源是谁 所以呢咱真是没法说 按照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调侃的嘛 说吕子源如果不出这事啊 是第二个王冰冰 无语了啊,真是无语了 怎么回事呢 他是北京网络台的记者 小姑娘今年28岁了啊 28岁了小姑娘 然后呢他支持今年的策纸运动 就是那个A4纸他支持啊 第二件事是他呢反对方舱啊 他反对方舱 然后呢支持A4纸 说他是个糖费呢 差不多 差不多 应该可以应该把这个票签放到他 他身上呢 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东西不能随便滥用 但是用于在他身上是行 然后呢12月8号这天呢 他出去浪去了 跑到王府井转了一圈啊 好像去了天主教堂啊 怎么着就感染了 感染了之后 他这个操作呢 就特别特别有意思了 这个时候呢 北京的普通市民呢 正在应对疫情的高峰之际 未来呢 本来呢 他这个人是反对方舱的 他就恰恰呢 住进了小汤山的方舱双人间 然后呢 发烧38度2 然后是接受的是专家会诊 吃的是外边买不到的药 比如说部落分儿童口服液 然后他条件 他自己还说 这个方舱 小汤山方舱条件一般 需要自己来烧水 不如家里 你不如家里你回去啊 然后呢 他说他自己很孤独 在等同事 等于是啊 他同事感染了 一会他过来 陪他来 然后呢 他说啊 拍个视频 告诉大家怎么回事 然后说呢 等他出来的时候呢 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亮的 整个这个全程啊 给我这么一个感觉 整个这个全程 竟是如此的自然 如此的平常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根本的不care 外边的世界 他这种冷漠 让我毛骨悚然啊 他这种冷漠让我毛骨悚然 为什么呢 我之前说过张文宏这个事 有人说张文宏这个事 他如果一旦垮了 是政府的公信力就没了 其实咱这么说 我之前不是说了吗 张文宏说的一句话 他说什么不重要 重要是什么呢 我们怎么去回应 我不是说了吗 张文宏说出来了 他说是什么 98%无症状 那么当他说去了 这个话之后 无论是政府 无论是媒体 无论是自媒体 还是无论是个人 都要进行有效的配合 来应对这个东西 是政府本身是政府的责任 来评判张文宏 你说的合不合理 而不是说张文宏摆出了 说什么是什么 这个问题 你大家一定要明白 大家一定要明白 张文宏只代表他一个人 张文宏只代表他自己 他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发声 但是不等于说其他人 不能通过这个平台发声 大家对当张文宏有期待 不等于说张文宏可以胡说八道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对他进行监督 像比如说我在我底下评论的 有人说郑州怎么怎么地 郑州这话没什么疫情 怎么怎么着 没事 然后底下就评论了 就说你不代表郑州所有的人 是他不代表郑州所有人 那你是郑州人 你也可以这么说话呀 你有不同的意见 你把意见发出来嘛 大家都有说话的权利呀 说话了之后谁说的合理 那我们进行评判嘛 对不对 我们进行客观的评判嘛 这东西很有意思 就是张文宏说出的话 他不是 他说出的话是值得什么呢 我们要怀疑 但是同时呢 我们要判断 他的合理性是什么 他可能有百分之多少的合理性 他可能就是说 这个东西值不值得参考 如果他值得参考 我们拿来用 如果他不值得参考 我们给他放一边 什么时候值得参考 我们在什么时候给他拿回来 关键在这一块呢 张文宏危不危害 有没有对这个公信力的危害 我个人说 我个人认为对公信力的危害不大 除非你把张文宏当成你的救主 当成你上帝了 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知道吧 这个问题等于什么呢 你对应张文宏 对应的不是一个医生 你把他当成一个偶像了 这个过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所以我觉得张文宏这个事 他问题不大 但是吕紫元这个事 为什么问题非常大呢 因为他背后所象征的是什么 他象征的是没有责任 没有担当 他象征的是没有责任 没有担当 什么呢 如果有张文宏这个现象 我们有责任 我们有担当 我们可以应对像张文宏这样的人 但是当我们没有责任 没有担当的时候 出现张文宏这个事 我们对付不了 出现NGO这个事 我们也对付不了 出现其他烂七八糟这种事 我们还对付不了 我们就失去了应对这种关键问题的 应对舆论战的那种免疫力了 明白我说的啥意思吧 我说的是什么呢 张文宏的现象出现了 没事 因为我们可以去应对 因为我们有这个免疫力 但是吕紫元这个事 他所代表的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担当 他这个冷漠 使得我们社会失去了应对这些东西的免疫力 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呢 他的全程如此自然平常 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但是外边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啊 医药难求 老人孩子全家感染 很多老人因此住院 有基础病的人住院 多索学校 多索学校 接二连三的老教授去世 垂阳柳医院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事 侧间里堆满了尸体 然后殡仪馆爆满 尸体没有地方存放 这个是外边的世界 那吕紫元care吗 他拍出的视频 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说他不care 他想出来 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亮亮 再出去浪去 这个是他给我们的这种东西 他给我们这种东西 恰恰是他不管 他不care 这种冷漠 这种冷漠 如果在社会当中普及 如果他代表的东西 是这一代的这种冷漠的话 那么我们若干年后 将失去应对 类似张文宏这种事情 就是张文宏这种事情 出来可怕不可怕 不可怕 因为有强力部门看着他 因为有我们大众 有我们政府 有我们的媒体 有我们的自媒体 去监督着他 有我们的科学家 有我们其他人去监督着他 如果我们社会出现了这种冷漠 我们社会出现了这种不care 怎么着都行了的时候 彻底放飞自我 彻底瘫痪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失去了 对这种事情的监督 我们就失去了 对这种事情的关注 那这样更可怕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深层次的 他就是非常深层次的 所以他双标背后是冷漠 所以吕紫园对比张文宏 是相当相当危险的 如果让他这么做 然后get away with it 就什么事 什么处罚都没有 那这个榜样 这个榜样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非常非常不可求的 为什么 首先他都28了 像一个不成熟的孩子 第二是什么呢 没有社会担当 也没有什么社会责任 他所谓的媒体第四权 是争取我的权利 争取我的权利 然后让普通人 老人基础病的 弱势群体的低端人口的 来给他兜底 你想想他说 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在小汤山的双人间里 然后他说要出去的时候 他不care外边的事情 那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太可怕了 如果说科学是先进的生产力的话 那媒体应该是先进的文化 这里边包括自媒体 如果以后 中国人党时候扩招党员 扩招自媒体的 那我特别希望 我们的言论 我们的长脸 我们的这个磊哥 我们的胖子都能入党 那大野猫呢 大野猫可能够呛的 因为我是加拿大人 那好了 今天聊了这个 就是说 吕子源这个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可以让我们的社会 失去应对危险的免疫力 不是说我们 就是说出现了张文宏这个事 没事 因为我们社会有免疫力 我们社会有应对的方法 我们可以应对像张文宏这样的事情 但是吕子源这个现象 他这个榜样是恰恰 让我们在若干年后 或者让我们现在就失去这个免疫力 当我们失去这个免疫力的时候 我们将没有办法应对任何事情 任何突发事情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应对 顺其自然 就非常非常危险了 今天我讲一讲加拿大防疫 加拿大这个防疫 媒体和政府是怎么合 就怎么合作的 有人认为在加拿大 那媒体的第四权吗 政府对立吗 不是这样子 在加拿大防疫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这个省 英属哥伦比亚省 就BC省 从2020年开始 我们的卫生官 Bonnie Henry 是我们的卫生官 Bonnie Henry 专业人士 与我们的卫生厅厅长和省长 就在疫情中心 周一到周五 每天两个小时 进行新闻发布会 然后跟大家见面 跟媒体见面 怎么着的 然后呢 基本上呢 一般是什么呢 他一般设计五个项目 每天都公布政策 每天都公布 就是说 首先第一个病毒数据 最开始的病毒数据 就是武汉数据 意大利数据 就是这个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资源是什么 我们的呼吸机有多少 我们防护设备有多少 那是最开始的时候 后来我们有疫苗 有多少的疫苗 什么样的疫苗 然后第三个呢 是我们的方法 就是说 我们这个政府要做什么 我们政府要做什么 我们的卫生官要做什么 就我们想做的事情 我们要跟民众解释清楚 民众不仅有这个知情权 我们还希望民众 能把这事 这样知道我们将会怎么做 知道吧 将会怎么做 政府这么做是什么呢 这是他的责任 然后卫生官 他所做的 就是说我们的科学家 这么认为 就是说我们要做 要做的东西 当时最开始的是 flattening the curve 就是拉平曲线 拉平曲线 我们的普通民众 我们老百姓 需要知道我们 就是说我们将 就是说他们要做什么 第四点 是我们的期待 what do you expect 什么呢 我们就什么 我们的期待 你说我们感染怎么办 我们感染了 有什么途径 有什么途径可以就医 怎么检测 怎么检查 怎么隔离 最后怎么就医 就是我们 我们 我们所 所期待的到底是什么 他可以解释清楚 最后一条是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这就是他们政策下发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执行 他们让我们执行 他们的政策之前 是要把事情 给我们讲清楚的 是要把事情 给我们讲清楚的 这个是什么 政府的职责 和媒体的职责 比如2020年的防疫 2021年的疫苗 2022年的共存 媒体和政府 尤其是主流媒体 我们的CBC 我们的Global 我们的CTV 那是高度协调 高度协调 联邦卫生官 和各省的卫生官 那是相互高度协调的 这个东西体现的啥呢 是民意的互动 像有的省呢 处理的很好 比如说BC省 比如说Nova Scotia 比如东边的纽芬兰 这处理的很好 它的政府的支持率就很高 那有的省呢 那处理的非常差 比如说我们边 爱尔伯塔省 爱尔伯塔省搞的是 美国共和党那套 Jason Kenny 结果支持率很低 现在又下台了 那这个东西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什么呢 媒体跟政府 在应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要有自己的职责 是要有自己的分工的 而不是说 这个媒体可以沆陷一气 该怎么着怎么着 吕紫源这个现象 我可以告诉你 在加拿大的主流媒体 是不会发生的 他这种事 如果在加拿大主流媒体发生 他早被炒了 他早被炒了 所以我们这里边讲的是媒体的责任 媒体的责任 过一会儿我们来讲 政府的责任是什么 媒体的责任呢 它有第四权 第四权监督权力 但是这个监督权力是什么呢 这是只是一个理论 这个东西只是一个理论 而且呢 它有一个社会活动的色彩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中国 这个第四权监督政府 这个东西被过分强调 已经变成了一种病态 已经变成了一种病态 如果你呈现说 媒体第四权监督政府 为民请命 我可以告诉你 你有病 你有病 媒体的职责是什么 是服务大众 媒体的职责是服务大众 即便你是私人媒体 你要服务你的订阅者 而不是所谓 我要监督政府 我要权力 你有病 你病的不清 你得吃药 知道吧 你得吃药 楼主 该吃药了 吃什么 脑残片 脑残片 对吧 有人问我 大野猫知不知是清零 知不知是开放 我这么跟你说 如果我知是清零 那我要说出来 清零的好处 和清零的危险是什么 就是benefit and risk 如果我知识放开 你也看到了我的节目 我的节目里讲的 也是这个东西 也讲的是好处 和它这个 和它这个危险是什么 就是benefit and risk 就是我发现 现在是啥呢 我们的媒体 应对这个放开的时候 过分的强调 什么是好处 而刻意回避 什么是危害 给人一个感觉 就是做贼心虚 你知道吧 给人感觉 做贼心虚 该聊的时候 就得聊啊 你这个危害 到底是什么 你危害到老人 有基础病的人 你危害到医护工作者 你能产生 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你这个社会问题 怎么应对 这些东西 是一定要聊出来的 这是你媒体的职责呀 比如说你介绍 一个产品 你介绍一个产品 有人说 你不能应该用推销员的方法 来应对这个事 我为什么不能用推销员的方法 用这个事 因为在推销员的方法上 它最起码有一个 对客户的担当 最客户的担当是什么 他在推销这个产品的时候 他可以告诉你 这个产品的好处是什么 同时他要告诉你 这个产品的危害是什么 这个产品的危险是什么 就像你吃一把药一样 这个药有它的benefit 同时这个药有则的副作用 你一定要告诉他副作用是什么 它的几率是多少 如果你觉得 优点和这个危险 它这个东西太简单了 你可以做一个更复杂的 Sort Analysis 就是SWOT 优势 烈势 机遇 危险 管理学经常用的 管理学经常用的东西 开放有没有优势 有优势 优势太多了 我个人认为 现在如果放开 它的优势是要比 是要比清零要高很多的 但是它又有风险啊 它的风险是 我们的老人 我们的基础病的人 可能会因为这个事 没了命啊 那有人说老人不重要 谁说老人不重要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老年人为这个国家 牺牲了一辈子 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 你去了解了解去 他们为这个国家 贡献了一辈子 他们也是纳税人 难道他们的生命权 不能得到保障吗 我现在就问问 你们这很多人这个问题 你们想没想过这个问题 说你们想过的 就无所谓 那你这无所谓 就是我说那个冷漠 这个冷漠 对这个社会的危害 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对这个危害 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同时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开放了 我们可能还会 还会产生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失读者 有的家庭孩子没了 失读者 有的家庭父母没了 孤儿或者很多 一边没了 变成单亲家庭了 单亲家庭带着孩子 你说怎么办 所以大野猫给出的建议是什么 大野猫之前有节目 我的节目里面说出来的是 我们要成立基金会 定点的长期的帮扶 我这个不是唯一的选择 我只是多种可能 其中的一个 但是作为自媒体的责任 那我一定要说出这个东西吗 我一定要说出这个东西吗 对不对 我说了老人对这个社会的 老人对这个社会的贡献非常非常大 他们有安度晚年保障自己生命的权利 他们也是纳税人 我也是纳税人 咱们都是 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明白 哪怕我们说要放开了 他们的危险增大了 那我们也要告诉大家 让大家知道 否则你回避这个东西 显得你做贼心虚 你想干什么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媒体上有自己的社会责任 咱这么说 没有 咱总结一下 咱总一下 他有自己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非常非常地关键 媒体不是说所谓第四权 什么监督政府 那是理论 如果你刻意强调 监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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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的是自由 那对不起 你是病态 你得治 你要你要的是服务大众 你要的是服务你的订阅者 咱的话说回来 我之前说过这个话 我今天总结一下 没有尽到义务和责任 就想要权利 我可以告诉你是什么 是巨婴 但是如果你在说 我就是没有义务 没有责任 我想要我的权利 然后你把这一切 都当得非常的自然 那你这个就是冷漠 这个冷漠对社会是非常危险的 而吕子源 就恰恰是这样的人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 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最后呢 我们祝愿我们博通大哥 早日康复 我们都等着你回来 再见